大家好,我是曹玉婷医师 6个月至5岁的小朋友 可借由接种疫苗获得更好的保护力 完成疫苗接种后,请在接种场所休息15到30分钟 确认身体没有不舒服,再返家 家长可以在接种现场扫描Taiwan V-Watch QR Code 协助家长掌握小朋友接种后的身体状况 提醒就医,并了解接种后常见不适 请家长于接种后持续留意 幼儿接种后常见的副作用包含躁动、哭闹、嗜睡、发烧 如果出现较严重的副作用 像是呼吸困难等疑似利己性严重过敏反应 活力持续不佳或发烧超过48小时等症状 请尽速就医 请洗手、戴口罩、持续落实防疫好习惯 守护家中宝贝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在收看指纸高峰会 我们在上个礼拜是 也就是7月28号 明确告诉大家 那个 要来的 谁要来的 裴洛西要来的 所以我们就先开溜了 那么上个礼拜是开溜到现在 很多几乎都回到我们之前的原点还不止 待会我们再来分析 那裴洛西要来 昨天的10点43分来之前 以前在大陆教书 2015年2016年在大陆教书 有认了150个干儿子干女儿 那他们的微信就来告诉我 老爹你赶快躲起来 你躲好了吗 我说没关系 没什么事 你要躲好 我说好 我躲好 躲在墙子 在床下 开玩笑 这是真的就很关心我 那为什么要认150个呢 因为周文王有100个干儿子 那我就认了150个干儿子干女儿 反正总要比周文王还要厉害 到现在 虽然时间过去的 我回来台湾人 或许不会再回去大陆一步 但是现在大家感情都还在 都很好 所以人的世界就是说 无论是说你在大陆也好 在哪里都好 我们不是说我跟你为敌 没有这个意思 那是政府对政府的事情 我们民间归民间的事情 那今年台湾的好兄弟呢 加菜 为什么 因为佩洛西一来 很多食品 100多家食品公司 到不了大陆 所以呢也没关系 就凡是想圆融一点 圆通一点 卖不了大陆 好兄弟就加菜 所以今年的7月16号 台湾的7月 事情很多 大家好兄弟 多一点的纸钱 多一点的礼数 也没关系 所以凡是想圆融一点 就是这么样 当然大陆来讲是风取云涌 觉得好像要打仗了 老爹你躲好了吗 我说躲好了吗 我看电视 我们看那个佩洛西 10点43分降落 你躲好了吗 大陆很紧张 所以人家也只是说 来这边赞助一宿而已 也没什么事 到底对台湾有什么帮助 是对小老百姓不太好 为什么当时一来 老公就可以用各种外交途径 告诉你 他东西不要来的 我们在外面比较好 所以我们简直就招待一个外人 得罪了邻居 那也是一得一失 我们到底得到什么 我们自己失去什么 之后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 今天的行情呢 今天的行情在这个地方 收盘在14777点 涨了29点 这是拉尾盘 拉台积电 拉台积电 因为佩洛西不晓得没有去访问台积电 我不知道 但是他有兴趣的是台积电 佩洛西来台湾之前 他们通过了美国通费 通过的晶片法补助 我讲过美国之前晶片 全世界的生产量是40% 四占率 现在这是12% 那其他的控制的部分 全部在台湾 所以台湾是有经济利益 那可能回去 可能啦 会拜反台积电我不知道 那这个晶片法案过关之前 佩洛西的老公先买股票 然后晶片法过了 美国晶片大厂 他就开始获利了 对 买了5000万美金的股票 那在美国来讲 这够不够成内线交易呢 在台湾绝对是够成的 但是在美国来讲 他们的天才世界 我们不知道啦 一个国家座国家 不一样的 你的小老百姓 买了可能就内线交易 包括说 你去买个冰棒 听到人家在讲 去买 可能就触犯了内线交易 内线交易 可是佩洛西是何等伟大人物 他老公先买 他的 Farm run 也就是先跑 对不对 先买 这样没事 没事我们不懂 美国 美国谁总是要怎么买 我们不知道啦 这个虽然 我当一个分析师 我们也必须要非常明了的事情 因为 他也是告诉你 他买了 他也没有说 暗暗的买了 他告诉你 他买了 对不对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美国的发言人告诉中共 他佩洛西是私人的身份去访问 那你想也 白痴想也知道 你私人身份访问 你是动用美国几架飞机航母 雷根号的航母 都全部出动 那是用国家的力量 那你怎么说是私人的身份 私人身份可以用国家的资源 我们也看一看笑一笑就好了 你要知道一个航母 一只航母一出动的话 耗费的油要多少 我说盒子动力潜艇 用的是盒子 这个我们就不讲 只要是航母一出动 一天的燃料费是六千万美金 那都是美国老百姓在付 好是好大你的面子 不好是好大美国老百姓要出那么多钱 事实上要解决他很多的问题 可能就众议院那边也瞧不住 所以必须借外交途径来凸显自己的身世 这你很清楚 我很清楚就好 能够对台湾达成什么样的指标性意义 就是说强化你是民主 就是以后别人不要来骚扰台湾 这是国对国的事情 不是你的内政事务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点的彰显是对的 是对的 我们也不要去否认人家的优点 所以我们台湾就是国际地位凸显 那台湾地位的凸显就是因为我们有张宗某的台积电 所以呢 我们变成宝岛 变成一个宝岛 那我们每天在分析股票 你不觉得说股票因为这样 百业因为这样产生一些影响 也无所谓每次你遇到天灾人祸 每次都是这样 你做一个分析师 你一定会遇到坎坎坷坷的事情 但是有谁像我这样子7月28号就先走了 我就是说这是一个political economist 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ist politician就是政治人物来 你要先闪 大人物来要先闪 股票要先闪 股票是敏感性资产 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行情 1748亿的话 跟以前2200亿已经明显又少500亿了 没有量 没有量它没有跌就已经算不错 可是你说大盘没有跌 大盘是个股是跌了稀利化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跑掉的股票有哪些 长榮 各位可以发现我每天讲长榮 我不见得每天做长榮 像我这买86 卖145 就等到114再买 卖124就一直等等等很久 3月16号等到哪里 3月16号等了很久 才在最低点再买一次 上去再卖一次 卖在94 平均除钱钱是110 除钱后的85 86块84 卖94也都赚钱 股票不是说 我天天一定带你冲进冲出 这样会 会有会损失过半 多分析 少做 多看少做 我今天会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如何股票遇到脱胎换股的时候你要去买它你才不会汪费呢你每天在看盘我们来讲两档股票就是脱胎换股这是比较新的题材不然每天跟你讲一样的每天跟你讲一样的也不太好我们看一下耿顶 耿顶 我们来看耿顶 耿顶我要跟大家讲今天是跌了 跌我也要讲 这个脱胎换股的意思就是说像耿顶对不对 耿顶 耿顶脱胎换股的话我们就从这个干四角度线去化线 干四角度线我们去化线下降的对不对 他这个地方越过八成一这地方就是我要讲的一个观念 这观念就是脱胎换股多空异味 像这个已经突破八成一的话整个就一支几乎是百分之二十五的涨幅当然今天也是要卖一下对不对 外超外支买超一千一万一千零四八张脱胎换股的概念 第一个跟大家讲 所以呢各位要注意到脱胎换股股票你要买 不是说大盘在跌的 陪瑞希要来的赶快 我知道啦我闪是我五月二十八七月二十八就大家我的会员都闪了 那大家我已经连续讲好几天可能你也跟我闪了 那有闪的就恭喜你 但是呢有些股票不是说闪就可以了 是变成好股票可以买像振华店8114 振华店的8114我们来画一下干四角度线 干四角度线都在下降 有没有它也是越过八成一就变成什么 你要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样就有百分之三十 一个脱胎换股的干四角度线 它的角度已经形成一个多空意味的时候 你就要偏买进 你就闭着眼 不是闭着眼睛 你要看 这已经过线了 你要开始进入买进的状态 这叫振华店 因为产生新的什么规模 新的事件 新的营收 新的爆发力 这是产生的脱胎换股现象 所以我们在讲就是当一个分析师 其实我当得很快乐 我数十年如鱼日 我当得很快乐 因为每天会有不同的题材 我来告诉你 因为分析师他可以按照过股的行情 国际现况 可以叫大家先跑 但是好的股票来讲的话 他也是有脱胎换股的时候 这个地方脱胎换股 今天告诉大家两档 那么明天如果有什么脱胎换股股票 我再跟大家在讯息上 跟大家来报告 那我们现在有几档个股 跟大家来参考 看一下 第一档就是台胜科 3532 那台胜科我们是买在这底部 160卖177对不对 现在下来 下来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画线我要怎么画 画线 画平行线 平行线对不对 这个平行线要这样画 平行线 平行线 我干脆用讲比较快的 这个画完以后要消什么困难 这个是平行线 平行线的话越过 也是另外一个脱胎换股 所以技术分析告诉你 四个字 脱胎换股多空异位 八个字 这个你要记好 因为你这样你在做股票 你才会天天觉得想睡觉 就没有什么行情可以做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联永 联永是我们天天讲的 所以我就联永是最高656 我说他破底空 我们是空在3月21号 今年是空在460 460除以230 对不对 可是外资报告看到178 所以他下面还有52块的空间 还要来补 所以我们暂不出手 暂不出手对不对 你出手就不行嘛 所以你要找脱胎换股 多空异位的个股去做 不是你要找 我找给你 那这档是 郭台铭投资30%的负顶 8261 我们有进有出 110买111卖 现在又下来 当然回到相对的低点的时候 我们也会再出手 再画一个什么 下降平行轨道线越过 就产生多空异位 多空产生异位的时候 变化 多空的变化之后呢 再做买截 现在我们先观望 我们今天的广告 我们带回来 更仔细的讲解其他个股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 02 85113366 02 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02 85113366 当您避开投资陷阱 只剩关键 顶顶专专业操盘团队 为您掌握 顶顶头顾 02 85113366 欢迎回到今天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 金豪科 金豪科 3006金豪科 金豪科又下来的 已经跌破了 我们的买点 这个买进 这个卖出的买点 我们看一下 金豪科 所以我们今年的2月18号 出在164 就没在做 告诉你 就一直跌到跌跌 那么跌跌跌的 你的指标是什么 因为破干事角度线的 8乘1 这个8乘1来讲的话 特别指明一下 就是说 我一本期货的专书 期货市场技术分析 叫做 Technic A Lannishist of the Futures Market 那本书是 我在金管 证管会的时候 就喜欢 那本书的8乘1 是干事角度线 150 150破的话 除以2 150除以2是75 75的话 我们买81 卖多少 卖82 最高点没卖到 82 82卖掉以后 因为我们是卖在 整个是 赔类下来 卖在7月28号 卖掉以后下来 那今天是77.4 那他如果得到75的话 是不是另外一个机位又来 也就是金豪科 他的150破底空的除以2 搞不好买的都比这个还便宜 所以我们已经赚过一波 下来一波呢 我们再看看 金豪科不是没有看空 富顶刚刚有讲过 对不对 看一下瑞顶 那瑞顶我们是买在275卖285 285 今天的收盘呢 买275卖285才赚10块钱 那今天已经256更低 更低对不对 将来我们再想办法再买 那我刚刚讲的台胜科有讲过 台胜科是买160 卖177 赚了160 170赚17块 现在又下来 那么他如果跌得更低 可不可以买 因为好的股票 我们就专注做几档 专注做几档 还有呢 3141今天跌很凶 3141的话是赚的比较多 108买128卖都是卖在7月28号 所以卖在7月28号 那么今天又跌回来 跌回来117 那会不会跌到108 如果跌到108 我们之前的买点那就还不错 我们再讲一下3504好了 也是脱胎换股的 那这档股票脱胎换股的写法 这个划线的方法就是说 甘肢角度线下降 对不对 有没有脱胎换股 在这个地方68嘛 哇 68现在已经到100了 这个是比较大 这脱胎换股 是完全不受影响 可是他有一天 打到跌停板的时候 再创新高 这个就是比较 匪夷所思的地方 那也就是说 多空的 多空 忽多忽空的盘面 你比较好 难操作 你遇到跌停板 你不是不跑吗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地方呢 你只能做100就好 其他也不要玩 这也是我讲的 脱胎换股的第三档 这个是阳明光 那振华店呢 刚刚也讲过 对不对 8114 振华店 这是脱胎换股 然后呢 这档是耿顶 汽车股 1524 有没有 这都是脱胎换股 所以技术分析 能够走住你的判断 也就是你在越过高点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多 然后呢 你破线的时候 像金豪科 技术分析上面 我说 各位看 我说耿顶 它过8成1 脱胎换股 它转成多 然后这个金豪科 它是破8成1 破150 你就看到除以二了 对不对 变成75了 75以下来买 75来买 变成是这样 所以这一波下沙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好像是 台湾 周边原来被贴了很多 沙拉帕斯 这边东东贴贴 就是老公 他要在那边演习 对不对 我们家门口一大堆人在演习 那雨都吓跑了 雨吓跑没关系 现在竹家雨 大陆也不要 所以现在雨下跑 现在不要去抓 等到风平浪静以后 雨品再出去补鱼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讲 台湾被人家到处 要去军燃 军燃就军燃 对不对 那我在讲 还有三天的时间 他们说要去打鱼 台湾是海洋 我们是在海洋之中的岛国 要去打鱼 你就去打吧 我们现在竹家雨也卖不掉 然后现在股票你还是等三天 等三天 除非就是说有了好股票 你是脱胎换股的才叫你买 否则你也不要随便去动 我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那你说像 常总 我神一般的操作 对不对 卖掉以后 就是等低点 等低点 高点卖掉 所以我 去年十月 十月以来到现在 我常总操作 零失误 神一般的操作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放空 有些日子你可以放空 你知道台湾岛的四桌 就好像贴斯拉 帕斯一样 老公也要军联 军联就军联 雨下跑也没关系 因为什么 现在竹家雨没人要 也没办法出 没办法出口 只是说做好的 太阳饼 蛋黄酥 如果卖不掉 那就是好兄弟 可以犒赏 一家好兄弟 好兄弟也是过得 比较幸福一点 无所谓 反正我们想得通就好 因为生意不是每天 都靠上 掌停板 掌停板 这种围我们就说不出 你要掌停板 你也要到处理配合 我怎么知道自己 又要掌停板 此外就是说 我的白头就来 对不对 这个破干涉角度 限150 我不放空 没关系 我就等到75 这也是个技术 那你就说 他天天涨停板 你家库会有配合 配合 有配合 整个月也要出事 整个月也要出事 跟我同时出道 有一个分析师 他没有考上分析师执照 后来他就是当市场的做什么 什么你们讲的 什么康油 加币企业 他都是油 他都是主力 但是好朋友 我虽然是好朋友 可是我跟他是不同道的 知不同道不合 然后他很有钱 但是他的钱从来 不会放在他的身上 因为调查局会去查 那房子也不是他的名字 每天过着 好像风声鹤唳的生活 你不如像我这样 老老实实过自己的日子 对不对 我被人家害 然后到美国去 到大陆去 我也认了150个 干涉子高干女儿回来了 我们是促进两岸和平 那日子是这么过 甚至人家打飞弹 在那边风声鹤唳的时候 还微信过来 老爹 要不然就有的 不是我的干涉子 就叫老师 你赶快躲起来 我说好 我知道了 躲在床下躲好了 人情事故比较重要 然后有时候 你去配偶主力 也是过得不太好 因为人家会去查 那我一向不喜欢 做这些事情 一向都是靠 我自己的技术分析 你如果欣赏我的技术分析 你可以参加我 那么也不勉强 这个缘分 缘分就是缘分 然后我不得已到大陆去 也不得已又回来台湾 我回来台湾 是我很快乐的事情 因为我本来是回 回到我家人的身边 我有我的家 我家在台湾 所以你不要说 什么要来打台湾 我知道也不可能 那是开玩笑的话 人家也是很关心我 那这个金豪科就这么讲 这个下来 对不对 然后呢 长荣 长荣我们要怎么说 长荣的话 就不是几条线 可以画得出来 因为它是 154块出是 因为它的爆大量 爆大量就主力在出货 它一定要跌一个好几层 跌一个四五层 我们才会去买回来 那这个郭台铭投资百分之百分之三十的 叫做副顶 那我们是因为那个大姐要来对不对 7月28号这天111先跑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有时候也不见得是靠技术分析 有时候也不是靠技术分析 看大盘 大盘有什么事情要来的 我们要赶快因应一下 因为我们一个人 我们扛不住所有的利空 但是你当你知道什么利空会发生在后 你之前你要先处理 也不是神啊 对不对 就是主动的这样子 我们读经济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reaction 这样的一个反应 炮弹来 当然散开嘛 我也不可能躲在床下嘛 是 不过呢 如果说人家来关心你的话 我们就觉得 民间还是很有善的啦 也不见得这样剑拔弩张啦 然后讲说台湾现在被贴了什么 salon bus 人家到处贴贴 就是要来搭 又来军演对不对 没什么 要去军演 大家炮弹多嘛 就是消耗一点吧 把雨下跑了嘛 现在足夹雨也没人要 雨休息一下 人也休息一下 我们再讲一档股票 因为我从来就很看空八寸金额 各位知道我的立场对不对 八寸金额我反正就很看空 这个七八十块六七七零 我这样讲你不见得残交 但是我也叫你不要买 所以七八十块告诉你 八寸金额你不要买一直跌 那这地方呢 66除以233对不对 33今天有没有到 335已经到了 八寸金额还有另外一档就是 5347 讲完我们就下课了 5347是很可怕的 从去年9月10号的177一路跌到65 像这样股票来讲 你不能买 你放空 为什么你不放空 因为我可能不晓得你敢不敢空 那么下个明天 如果说有 如果说有这种脱雷换股票呢 我们一起来做做 那节目大概是一个 明天操作顺心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